律法本是藉著摩西傳的 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穌基督來的 歡迎收看今天的恩典真理 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討論的題目是 什麼是真正的悔改 什麼是悔改 讓我們直接開始看聖經經文 我們一起來念 馬太福音四章十七節 從那時耶穌就傳起道來說 天國盡了你們應當悔改 對呀 所以悔改 你看中文悔改看起來 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看下一張 我們一起來念 《使徒行傳》二章三十八節 彼得說你們個人要悔改 奉耶穌基督的名受洗 叫你們的罪得赦就必領受所賜的聖靈 所以你看 基督徒確實得救 你看彼得說這個話 是耶穌已經釘死了 耶穌說成了 新約開始之後 所以他說你們個人要悔改 基督徒確實要悔改 奉基督耶穌的名受洗 我們的罪就會得赦 而且我們就會領受所賜的聖靈 所以我們這裡每一個人 只要你接受耶穌基督 你的罪就得赦 你就有聖靈住在你的裡面 OK 那現在題目來 你們個人要悔改 到底什麼是悔改呢 我們看下一張 悔改在中文看起來好像是 後悔加改變 悔改 後悔改變 再看下一張 常常有人說 你悔了還要改啊 對啊 基督徒要悔改 你悔了 你後悔了 你還要改變啊 這樣你才是有生命的基督徒啊 你這樣才會得救 如果你悔了沒有改 你就沒有悔改 悔改怎麼會得救呢 你說這是真的嗎 真的聖經是這個意思嗎 我們看下一個經文 你知道嗎 悔改這個字 在希臘文的原文 它的動詞是 Mithanoio Mithanoio的 英文的意思是 to change one's mind 去改變一個人的思想 mind 思想 再說一次思想 因為很重要說第三次 思想 我們看下一張 Mitha Mithanoio的Mitha是什麼 就是轉過來反轉 就很像我轉過去這樣轉 轉過去反轉 叫做Mitha 好 下一頁 Noio就是思考思想 所以意思就是反轉思想 反轉思考 把你的想法轉過去 所以當聖經上提到要悔改的時候 不是說你悔了還要改 聖經不是用中文寫的 中文是翻譯本 聖經新約是用希臘文寫的 所以我們要回到聖經原文 Mithanoio 就是改變你的思想 所以當說你們要悔改 奉一順名受洗就是 你要承認你所做的那件事是罪 我沒有說你要改得了 你承認那個是罪 你的思想承認 轉過來你以前做那件事 你覺得好像不是罪 現在你覺得神告訴你 你覺得那東西是罪 你轉了你的思想 比如說你認為這邊是對的 可是後來神告訴你 這邊是錯的 你轉來這邊 但轉來這邊就叫做悔改 思想上的悔改 你原本想這個是對的 其實現在轉這邊 這個是對 這叫做悔改 你只要有悔改 接受耶穌居度 你就罪得赦免 你就會被聖靈充滿 你未來就有天國 這就是聖經上說的真的意思 我們看下一個經文 這也是我們今天最後一個經文 路加福音17章第4節 你知道何而本 翻譯懊悔 我們一起來念 倘若他一天七次得罪你 又七次悔改 說我懊悔了 你總要饒恕他 你知道這個懊悔 跟悔改是同一個希臘文 同一個字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字 有些時候翻懊悔 有些時候翻悔改 你知道如果你試著用 懊悔這個詞來看 如果剛才那個經文是 你們要懊悔奉耶穌的名受洗 是不是意思更貼近呢 因為懊悔就是思想的層面 你要承認你之前做 比如說你以前覺得 偷東西是應該的 現在耶穌基督告訴你 偷東西是錯的 你承認偷東西這件事是錯的 你就可以罪得赦免 你就可以得醫治 你就可以得豐富 也許你仍舊還在 在這個偷東西的不好習慣裡面 因為有些人偷東西是病症 你知道有些人會得到 那個偷竊症那種問題 心理疾病 他不一定能夠改這個問題 可是他可以承認這是罪 他就可以得赦免 然後他生命就可以重新開始 這是聖經真正的意思 悔改真正的意思 當然我在強調 我不是說所以你可以開心的偷東西 開心的犯罪 反正神都沒關係 不是我只是要告訴你 聖經真正說的 思想是思想層面 悔改是思想層面 反正懊悔才是對的 才是更貼近原文的 所以基督徒要知道 你覺得你好像沒做好 不是做不做的好 是你先承不承認那個是罪 是思想的問題 然後神會賜給你能力 讓你在行為上也彰顯出來 讓我為你禱告 親愛的耶穌 我祝福我們這裡 每一位弟兄姊妹 主要讓我們真正知道 真正的悔改 不是中文說的悔了 還要改 悔改就是承認那件事是錯的 原本認為對的 承認它是錯的 而在你的心裡面懊悔 你就是悔改 但是我也求神幫助我們弟兄姊妹 因為接受了耶穌基督 罪得赦免之後 開始在行為上結出那個美好的果實 讓我們活出 見證出我們已經得著的救恩 主要使我們的行為 越來越美好 主要但是在那之前 我們已經先得救 我們已經先蒙福 我們已經先與天父和好了 奉耶穌名祝福你 阿們